究竟我自己的女團 是需要一個什麼的組合 我自己很想在十個內 至少是我自己這一部分 我自己是公平的 最大的感覺是 就好像龐八軍所說 我的工作才是正式開始 譬如你經常問我 決賽緊不緊張 我很想說 決賽我真的不緊張 我緊張的是什麼呢 緊張是他們女團誕生的那一天 其實決賽我一定會很支持他們 他們都會做他們最圓滿 最滿足的一些作品出來 我就陪著他們一起度過這個決賽 但是我自己真的最緊張的是 我女團出來之後的路 之後可能很多年 我要跟他們一起的那些時間 是我最緊張的 其實還沒有的 我自己很想在十個內 這個是我自己的 當然我們決賽之後 我們就會成班 可能就會坐在一起 接著就在這裡談一下 這個名單是怎樣 或者我們大家就丟掉 我們所有理據 所有人出來去做 最後才會決定最後的成員 我覺得很感謝大家看得這麼投入 其實是因為看得投入 很重視這個比賽 他們才會有這樣的反應 但是都沒有什麼特別 我自己去到最後 我就會覺得 他們的感受我很理解 我們自己的感受 其實他們可能未必會知道 因為節目始終有限 你說公不公平 至少是我自己這一部分 我自己是公平的 自己是會以一個公平的角度去出發 我也不會想 因為始終比賽是比賽 我們是會專注在他們的內容 究竟可不可以贏得評判的目光 每個評判都不同 大家的主觀 大家的準則也不同 其實很難去滿足很多人 所以我是很平常心面對他們的所有評判 因為我覺得所有評判都真摯 還有我會看的 還有我也很感謝他們 真的看得這麼投入 其實很大轉變 因為看著他們產生不同的化學作用出來 但是因為我們就越來越多轉變 也有越來越多變數 所以我們自己和自己打架越來越厲害 有些人本身覺得他好像平平無奇 但其實原來他進步很大 代表他潛力很大 他可以進步得很快 學得很快 這些我就會突然間 對 其實都好像可以 所以最後 其實真的要很詳細地去談 究竟我自己的女團 是需要一個什麼的組合 裡面有什麼人 是不是很多同款的人 不可以放在一起 就會減弱了某一些的力量 還有到底我要一群什麼的人 什麼的女生 有不同的意見? 一定有 其實我們跟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跟花姐因為太熟 太朋友 所以我們說完不同意見 但是沒事的 大家知道就是為了一件事好 說完表達完就OK了 總之一定會有一些定案 最後我們目的都是要解決那件事 我們一定要做到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